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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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没有计划在开季之后续办 新的职棒球季即将到来 球队 球迷和球评共同的悬念式 现年26岁的日本籍又投手大鼓祥平是High Artney 3月21日在春训热身赛 同时先发打击和登板 创写大联盟自从1901年的2到6记录 25日在对抗科罗拉多洛基队时 打头阵就击出左外野拳来打 他在春训期间已经有五次红不让 本季的详秀Show Time是新常态吗? 虽然大联盟的30支球队分布在美国本土和加拿大 但是东西两岸的球队 似乎总是吸引大家关心的眼神 今年到齐对峙在未免 天使队有备而来 巨人对来者不善 教室队一再夺冠 至于阳基队不甘平庸 打斗会队脱胎换骨 红袜队不忘学耻 费城人队和国民队虎士丹丹 大联盟去年球季缩水 影响最大的是在例行赛程方面 由162场减少到62场 进一步造成传统式的投手分工的先范 中继、救援、社局和终结 受到本质的挑战 本季恢复162场赛程之后 每支球队的教练团 都必须深思每名投手的工作量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针对于任何年龄的投手 到底是只是让他发挥现在 还是要考虑续航明天 运用简单的算术就有答案 通常通常 大联盟的轮值投手 在例行赛季轮值 全季登板出赛的局数总和为180到200 如果球队启用5名先发投手登板 假设每人每季登板32次 每次再阵6局 全季就有192局负荷 然而如果球队启用6名先发投手登板 每名先发投手 每季出赛 减少为27次 每次再阵6局 全季只有162局负荷 30局的差距 可能就是一名投手 有墨有明天的关键 职棒新季节目 亮点数算瞩目 彭广阳 2021年3月26日